嗨 我是維尼 那我們今天要拍下就是這盒 那大家看不出來這是什麼東西吧 那直接揭曉啦 就是我們的PS5 戰神 諸神黃昏的巨人版 那簡單講 巨人版的話它是 盒面是黃色 那典藏版好像是藍色的樣子 對 那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戰神 克雷多斯和阿特羅斯他們的複製點啦 背面就是所有的內容物啊 那基本上呢 遊戲的部分很客氣啊 但是下載卡啦 它不是給你食品光點啦 那我覺得它給那個鐵盒戰也蠻矛盾的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重點呢 所有的雷神之船 然後還有黑膠啊 擺這些 好那我們就直接拆開囉 那拆開後第一個刻點呢 就是我們這個外盒 也就是我們的知識守護神神櫃 那我只能說呢 基本上都仿造遊戲中裡面的樣子 那這邊前面是可以打開的喔 打開後 然後這邊的板子拿下來 裡面基本上它這些都是仿造 遊戲裡面的設定 然後呢 這上面 這上面這個板子拿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重點 雷神之腿欸 但是先等一下 那我們先把其他的內容物拿出來 先看到遊戲鐵盒的部分 那遊戲鐵盒它的封面設計是這樣 那基本上應該看起來是芬妮爾嗎 我不確定欸 哎呀 然後背面的話呢 是有它這個行文字啦 然後打開的話呢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只有下載卡 沒錯 它跟之前的地平線一樣 都是屬於序號的 沒有實體光碟啊 這個的話則是巨人版的鎧甲 那它是算是雪白色的 所以它叫做 蘇雪鎧甲 我的發音比較差啦 請見諒 對 那就是遊戲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來看的是 這兩樣是所謂的 預購課點 那預購課點的話 這個的話是貼紙 那我們先從貼紙來看 貼紙打開來後的話 只有一張 然後它是透明的 那基本上 就是看你要貼在哪裡啊 再來換下一個 立為坦之斧的鑰匙圈 那打開後你會發現 它雖然很小 但是它其實它的紋路都做得 根本是跟遊戲一模一樣 所以算是還蠻不錯的一個小特點啊 再來我們看到這幾樣的話呢 先來看 別針組的部分 那基本上上面呈現的就是 熊 狼 跟老鷹 那也是在我們遊戲裡面 會出現的動物 嗯 那中間狼這個部分 我還蠻喜歡的 那別針的話是可以拿下 它後面這邊有一個 轉的東西 可以讓你把它拆下來 只是因為 我想說我就收藏就好 所以我就不拆了 嗯 那質感算是蠻不錯的 我自己就很喜歡啦 另外一個的話是 五公分的 華納神圖 雙指丟相 那直接拆啦 拆開後我發現 它這個刻點做得超級細緻的 上面的紋路感覺就真的很像這個雕刻出來這樣 然後 後面這樣轉過來這樣 整個紋路非常的清晰啊 嗯 嗯 然後另外一隻也是 那我只能說它真的很還原遊戲中的設定 真的真的 然後背面的溫路 嗯 好 這就是所謂的雙指雕像 好換下一個 下一個是傳奇德羅普12的戒指 好直接拆開路 戒指本身的材質喔 我是覺得也不是塑膠耶 可能就當作是鐵或什麼吧 就是那種比較便宜的 可是它的質感我該怎麼說 我忘記在遊戲中它是 什麼樣的質感 就 基本上 嗯 我覺得還可以啦 它內環是有做出來啦 只是它的表面的話呢 應該算是符合遊戲中的質感吧 應該啦 嗯 好這個是戒指的部分 再來是我們布羅克的骰子組 直接拆囉 它防腐劑直接放外面 來玩大富翁啦 沒有啦 它幾乎 都有做出來 那 幾乎骰子的種類幾乎都有做出來 那 紋路的話 都是仿造遊戲的部分 不錯啦 那 限制中你可以拿它來玩大富翁嗎 應該是可以啦 再來是世界樹 布置地圖啦 那它這邊用的防腐劑竟然用到兩包耶 是因為是布的關係嗎 那打開後是這種感覺 基本上呢 九大街都在裡面啊 那我只能說非常還原啊 嗯 它是因為是布料的 所以呢 才會用到兩包防腐劑吧 嗯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來就是我找老半天的黑膠唱片 那它就藏在這個夾層裡面 一開始都沒注意到耶 那把它拉出來呢 它好像不是我印象中那種大張的黑膠 這樣子 那我們打開給它看一下吧 好 那基本上它真的是算是黑膠唱片 然後 這樣 雙面 那因為我沒有那種黑膠唱片機 所以呢 就是收藏為主啦 那它裡面收入就是兩首個 好 再來就是我們重點啦 再來就是我們的雷神之槌 那就直接拆給大家看啦 整個面積就 然後 算是1比1的啦 那上面的紋路 基本上完全撐到遊戲中的造型 哇 這做的真的很細緻耶 所以我只能說就是 該怎麼講就是 武器部分真的很讚 可是我是覺得它假如出那個 立為坦之斧的話也是不錯啦 個人覺得 那給大家看一下 它基本上重量感是有 雖然是塑膠 可是它好像也不像耶 它還蠻實心的樣子 所以真的你要說收藏品也算是不錯的啦 那造型就是這樣 OK 好也可以直接這樣放在桌子 那今天的PS5戰神 珠神黃昏巨人版的開箱稱獎 就到這邊為止啦 那我只能說買下來真的是 嗯 這個槌子值得 實心的咧 不清楚它的材質啦 但是我只能說真的不錯 算是你就當作買個 1比1的武器吧 對 那遊戲本身我昨天有直播 其實我是說真的啦 呃 我用直播的狀態下 沒辦法發揮它所有的畫質啦 當然你的螢幕也要有 配對到有VR跟2.0那些 要不然基本上呢 你看我直播的畫面 我已經盡量調到最高 可是呢 紀律它最完美的狀態還是有一點差 但是基本上我是覺得這次的畫質 真的超級美 對 那是指我自己私底下 這個個人在玩 因為現在擷取設備 還沒辦法做到那個地步啦 對 所以這個 我只能說我自己感受啦 或是大家買回去 自己的螢幕角不錯的話 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嗯 那接下來還有一些東西 也會找時間陸續的開箱 分享給大家看 然後呢 風景的部分呢 也會陸續的規劃一下 要看要去哪裡拍檔子 那今天影片假如大家覺得才可以的話呢 也可以幫我按讚跟分享喔 還有訂閱 訂閱還是老樣子麻煩各位啦 那我是維尼 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啦